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实这个问题的答案很简单 那就是日本在清华战争中早已倾尽全力 再不开辟太平洋战争 日本人的大东亚战争就算是白打了 咱们这里需要补充一个小知识 在20世纪30年代 日本的石油钢铁和各种军需物资都严重依赖美国 甚至可以这么说 要是没有美国人提供的这些物资 日本的清华战争根本就打不起来 根据史料记载 1937年美国对日出口总值约为2.89亿美元 其中石油精炼由废钢铁圆绵这四项战略物资 就达到了1.42亿美元 1937年到1938年 日本从美国进口的军需品 占其军需品总进口额的55% 1937年 美国对日废钢铁的出口量 是1931年的40倍之多 考虑到1937年 日本的财政收入才40多亿日元 而以当时的汇率来看 大概30元可以折合1美元 大家可以感受一下 每年日美之间几亿美元的进口额 意味着什么 而更倒霉的是 虽然清华战争开始以后 日军进展极其顺利 然而中国是个贫穷的农业国 在之前的视频中咱们提到过 由于党国在黄金十年里的骚操作 中国的重工业基础非常之薄弱 地盘抢到手后 很难转化成实际的生产力 所以日本人十分郁闻地发现 自己的账是越打越大 然而钱却兜进了美国人的兜里 这就是为什么37年日本人在杨子江上 炸了美国船 罗斯福硬要把这事摁下去的主要原因之一 顺便一提 日本人为了凭这事 掏出来了221万407.36美刀 同学们 这是1937年的200万美刀 日本人在占领区甚至搞了一次 理治美货的闹剧 然而美国人对此并不在意 有本身你理治我的石油就完事了吗 美国国内的群众呢 此时对日本人的侵华行径 已经是非常反感了 甚至有几百名学生代表 参与了焚烧日本丝绸的行动 等到了1938年 美国政府觉得咱们实在也是 不能继续这么容忍日本人了 必须得上点手段了 于是政府向上百家工厂写信 说建议不要跟日本人做生意 这就是赫赫有名的道义禁运 道义禁运的效果极其明显 立竿见影啊 日本人37年从美国进口的飞机机部件 达到了248.4万美元 38年就达到了1745.4万美元 增长了7倍 这么拖拖拖拖拖 一直拖到了39年重庆轰炸 美国人民一看 我的天哪 这可是太惨了 咱们是真的不能再卖给日本人东西了 罗斯福表示那不成啊 你不卖给他石油 他狗急跳墙 去打英河东印度群岛怎么办 为了避免战争扩大 咱们呢还是继续做生意吧 至于中国 那要相信中国人民 是很顽强的 对吧 可问题在于 你想继续做生意 日本人手里 那没钱了 当时做国际贸易 要的是真金白银 你日本在占领区 发行军票掠夺物资 没问题 可你想买我们美国人的石油和机器 对不起 那必须拿黄金来 你想到南亚买粮食 对不起 也得给我拿硬通货来 可现在问题来了 硬通货去哪搞呢 抢中国人的吗 没毛病 可毛病在于 当时的中国比日本还穷 搞进出口贸易吗 这个靠谱 二战前日本最大的外汇来源 是纺织品贸易 再加上一点生思 可纺织业呢是个劳动秘籍产业 清华战争扩大之后 日本的人力资源迅速见底 大量生产能力转向军工业 人手不足产能又不够 你怎么办 所以日本的国力 在1938年左右达到了顶峰 到了1939年 日本已经有点撑不住了 日本人犹豫再三 所以最后还是向东南亚伸出了魔装 1939年2月 日本占领海南岛 3月搞定了距马尼拉700英里的南沙群岛 6月 日本派兵封锁了天津的英租界 强惠英国人一起跟自己建设东亚新秩序 这下美国人终于坐不住了 7月26号 美国政府正式通知日本 说咱们那个美日商约呀 即将在6个月后废止 眼下还有半年的时间 你自己想想清楚 到底还要不要铁和石油了 想要你就开放长江下游 尊重我们在华权力 把中国的利益吐一点出来 于是双方的矛盾开始激化 谈了半天 谈判无稽而终 不过由于罗斯福担心 再进一步就会激怒日本 所以1940年1月 日美商约失效之后 中国的贸易竟然还在诡异地继续着 可谁也不知道 这样的日子到底会持续多久 对日本来说 他们必须做出选择了 于是1940年3月 日本拟定了军需物资自给自足计划 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了东南亚 外相友田巴郎表示 日本政府深切关怀 足以改变和属东印度群岛现状的任何事态 他们在东南亚的脚步越来越快 而美国人则在抓紧时间 卖出自己的最后一滴石油 所以一方面是日趋紧张的局势 而另一方面则是不断攀升的石油贸易 美孚石油在7月18日向国务院报告 说日本人甚至提出要买下他们的全部产量 美国政府内部就这事已经炒到不可开交 罗斯福接到的报告说 假如我们再不限制日本人购买航空汽油 我们自己的军队就可能出现 6到9个月的汽油供应不足 在巨大的压力面前 罗斯福终于决定对日本进行禁运 经过漫长的扯皮之后 政府官员们最后达成了一致 在7月26日宣布对航空发动机燃料 及润滑油和第一号高溶度的废钢铁 实行出口管制 在这个后来被无数人所称颂的禁运限制里 国务院表示 新完值87号以上的航空汽油都必须禁运 解释解释 什么叫新完值87号以上的航空汽油 都必须禁运 难道你不懂什么叫禁运 我要你解释解释 什么叫他妈的新完值87号以上的航空汽油 都必须他妈的禁运 87号以上禁运的意思 就是他妈的87号以下不禁运 还有往86号航空汽油里加签 可以他妈的提高新完值 你懂了没有呀 哦大哥 原来这就是他妈的禁运呢 小弟明白了 于是1940年7月到12月 日本从美国进口的86号航空汽油 同比增加了550% 此时日本的经济已经开始在崩溃的边缘上 晃涌了国家总动员法的条款 几乎已经全部实施 结果40年 日本西部和朝鲜还遭遇了旱灾 粮食收成不好 好多人连吃大米都成了问题 关键是此时日本的外汇储备也接近枯竭 再这么拖下去 用不了多久 你想买什么都买不了了 最后高层大声一致 再不对东南亚下手 咱们就得先玩完了 于是1941年7月2日 预前会议最终制定了适应形势变化的帝国国策纲要 表示就算是跟美英鬼畜开战 咱们也得南进 7月24日 日本出兵 印度直纳南部 这一下子就把罗斯福给切炸了 老子不禁运你石油不就是为了不让你打那边吗 你自己心里没点数吗 于是26日 美国冻结了日本在美的全部资产 英国人表示 你说的对 我们也禁运 然后切断了日本在婆罗州的石油供应 27号 荷兰人跟进 冻结了日本的资产 这一下子 事情再也没有挥软的余地了 日本人这是一下子就紧张了起来 军方此前一直认为 我把印度直纳南部这么一战 你们这些美英鬼畜 还不得乖乖地坐下来跟我和谈吗 那咱们这和平近在眼前呢 1941年11月 两艘日本邮轮自洛杉矶附近海域空载而归 大陆的日本人切断了英美使馆的取暖油供应 而在此之前 8月份美国人已经提出了自己的条件 那就是日本从中国撤军 各国在中国集会军等 以及日本改变三国同盟 这个条件被日本人毫不犹豫地拒绝了 9月6日 日本预前会议批准了帝国国策实行要点 指出 如果10月上旬 外交依然没有进展 那么就准备开战 11月20日 日本向美国提出了最后一个谈判方案 日本人表示 这绝对是自己最后的底线了 这个谈判方案 包括了一系列异想天开的内容 美国人对此表示难以置信 并回复了一份忧 国务卿起头的备忘录 基本上重申了自己在8月份提出的要求 可美国人所不知道的 是在自己做出这个恢复以前 一支规模空前的舰队 已经在单滚弯集结完毕了 那上面的飞行员 此前曾反复练习过 如何低空投放鱼雷和炸弹 罗斯福此时还在犹豫 要不要向日本示好 以挽回两国之间最后的关系 11月22日 美国国务院远东斯甚至接到命令 说要起草一份新的草案 有限度的恢复对日本的石油 食物以及药物供应 然而由于中国及英国的强烈反对 这份草案最终没能实施 1941年12月1日 日本御前会议最终做出了决定 与美国开战 1941年12月7日 珍珠港事件爆发 美国太平洋舰队遭到重创 8日 美国向日本宣战 9日 中华民国向日本宣战 在对日宣战功告中 国民政府指出 过去四年余之神圣抗战 原其侵略者之日本 于遭受实际之成创后 终能反省 在此时期 各友邦以极端忍耐 激起毁祸 比全太平洋之和平 得以维持 不料强暴成性之日本执迷不悟 更悍然向我英美 诸友邦开信 扩大其战争侵略行动 干为破坏全人类和平 与正义之戎首 称其侵略无厌之野心 大家好 我是丧心病狂刘老师 在上一期的视频里 咱们聊过了日本 是怎么一步步走向 跟美国开战的深渊的 有些同学灵机一动 问我说老师 那你说日本失败 是不是主要因为 他们的胃口太大了 要是日本不那么激进 猥琐发育 是不是就有可能 避免战败的结局呢 我觉得这个问题提得非常好 索性咱们今天 就专门讲讲这事 我们的故事 要从七七事变开始 1937年7月7日 卢沟桥事变爆发 日本军队上下摩拳擦掌 一些激进的 日本军国主义分子 甚至喊出了 三月王华的口号 可你别看着 口号喊的真相 他们制定的作战策略 却非常具有可操作性 昭和12年度的 对支作战计划中就提出 可以用15个师团 一举推进到黄河以北 实施作战 在短期内结束战争 关东军满铁和陆军参谋 本部军事课的人 都认为 我们要狠狠地教训一下蒋介石 解决两个问题 一是关于满洲国 法律地位的问题 二是华培与满洲国交接处 长期以来的军事摩擦问题 换而言之 至少在这个时候 日本还没有做好 全面侵华的准备 他们依然希望 自己能够在短时间内 打一场有限战争 摧毁中国的有生力量 然后强迫中国政府 承认满洲国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 日本整军备战 仅在1937年3月到7月的4个月里 日本的黄金储备 就流出了3亿7千多万日元 日本国内整军备战 是备到通货 膨胀物亚飞涨 日本历史学研究会编著的 太平洋战争是第二卷指出 如果日军再不发动 更大规模的战争 就要破产 最后战争爆发 日军一路平A 战争从华北打到东南 战争规模算是彻底失了空 那么现在问题来了 为什么发动了战争 就可以免于破产呢 很简单 转移国内矛盾 提高国内人民耐熟度 这是一方面 而另一方面 打赢的可以逼你投降赔款 不投降 我可以烧杀抢 918之后 日本人光在东三省的官银号 就抢走了金条16万金 现阳那都得按一来算 这还只是明着想的 除此之外还有什么金融掠夺 还有什么矿产掠夺粮食征收 很显然 日本人是很有信心 在中国的华北和南方 把当年的事情 再重复一遍的 可一个新的问题 随之而来了 那就是假如预期中的 投降赔款 或是烧杀抢 没能达成 怎么办呢 你看这是不是就很尴尬呢 对日本人来说 他们可以轻而易举的 打败华北的国军 可以轻而易举的 在上海一路平推 可以轻而易举的 打进中华民国的首都 可问题在于 老蒋就是不投降 老蒋不投降 那么清华日军 就必须自己动手抢东西 而中国当时是个农业国 咱们在之前的视频里提到过 在蒋介石犀利的 战略思想指导之下 黄金十年里 中国的重工业体系 完全不行 这意味着 日本人根本没法 以战养战 只能使劲掠夺 而你越是掠夺 跟当地民众之间的矛盾 自然也就越大 敌后游击队遍地开花 日本人完全没有办法 将军事胜利 有效地转化成经济回报 只好在战争的泥潭里 越陷越深 在七七事变之前 日本习以为常的战争形态 是在经济危机时发动战争 全国人民一起荡掉底库 赌个大的 一方面靠军费开支刺激经济 另一方面 用军事胜利赚取利润 所以1880年东京米价 要1878年上升了70%以上 1890年全国米骚动 1891年日本仿制品批发物价指数 降到了1887年的85% 1892年 日本的GDP甚至负增长了一下 这么大的国内矛盾 最后是靠甲午战争 两个多亿的军费掩盖下去的 可问题是这里有一个多亿 是靠公债募集的 你万一输了 怎么办 不知道 反正这次没输 不仅没输 而且还拿到了巨额赔款和台湾岛 日本国内银行界都要乐风了 甚至公开超发货币 反正有你大清国的赔款做保障 日本人得意忘形地公开宣称 说今后 即使有两到三千万日元的县外发行 也高枕无忧 在和平克服至今日 银行将放开贷款 以促事业之波星 于是日本一下子战后 各种工厂数量增加了近三倍 出口规模也大规模增加了 更妙的是还获得了大清 和原来大清在朝鲜的市场 极大的刺激了经济发展 尝到了甜头的日本人 在1904年顾忌重演 征收巨额非常特别税 用于军事用途 准备日俄战争 搞得国内民怨沸腾 结果打完了俄国人表示 虽然这次我败了 然而老子就是能挺 不服咱们继续 沙皇是一个子都不给日本人掏 最后日本内阁被逼得没招了 私下示意谈判官 不管你能不能要来钱 先一和停战 不然咱们这国内经济就破产了 结果日本国内民众 得到消息的第一反应是 老子吃了这么多苦 你们不是打赢了吗 回报呢 要知道 日俄战争军费开销 高达十几亿日元 政府前后发行了四轮供债 差不多一半的军费是借来的 现在你跟我说对不起 虽然咱们打赢了 但是老毛子太硬了 不肯赔钱 咱们就拿到了半个酷叶岛 和南满的特权 大家呀 只好勒紧裤腰带 一块还外债 你跟谁俩呢 所以日俄战争之后 日本国内的大伙 简直要天出国贼 打赢了战争的贵太郎内阁 被挤队下台了 你说惊喜不惊喜 意外不意外 所以说你想要昭和 你就会得到昭和的全部 好的和坏的一起来 日本非常希望 自己能控制战争规模 非常希望我打你一下 然后软弱的人类共同之力 蒋介石就能跪下唱征服 让自己在东北华北 获得稳定的发展空间 回血之后 继续蚕食你的国土 可对老蒋来说 我为什么一定要跪下唱征服呢 当然 我倒不是不能跪 可我跪了 唱了 你就能放过我吗 你拿什么向我保证这点呢 1938年3月22日 蒋介石在日记里写道 若严和条件仅以东北为限 且有保障 则不惜一和 西智不能解决东北问题 以其政府不能掌握军队 若果当时解决 则仍不能免于一战 与我国地位更坏也 所以对日本来说 他们想实现自己战略目标的重要前提 是决策层与执行层之间 能够相互协调 相互配合 将战术目标与战略目标统一起来 可旧日本军队有着下课上和独走的优良传统 你高层天天喊着要我们齐声报国 要建立大东亚共荣圈 天天在国内鼓吹军国主义搞得大家都上了头 现在胜利唾手可得了 你跟我说不能扩大战争 我看你像国贼 所以战争越打越大 占领区越来越多 回本却遥遥无期 在中国这么个落后的农业国上 日本人绞尽脑汁地进行掠夺 疯的一样地进行商品倾销 从1940年到1946年 也只获得了40亿元的贸易收入 平摊下来一年还不到7个亿 实际上日本人从中国掠夺走的 全都是非常初级的产品 粮食 棉花 蚕丝 矿石 当然还有劳动力 这种破坏性的掠夺加上战乱 使得中国原本脆弱的自然经济雪上加霜 加上国民政府节节退缩死不投降 八路军在敌后野火燎原遍地开花 1940年 日本人甚至为了维持统治 要动用极其宝贵的外汇 来进口粮食 运到华北给中国人填饱肚子 那我他妈到底是来干嘛的 所以在中国打来打去 最后日本人掐指一算 发现自己出宫又出力又死人 在国际社会上顶峰都说八百里低 好处全让美国人通过石油和钢铁赚走了 自己的兜比脸都干净 本土甚至吃辣米都成了问题 这就是家里穷的底调 就剩下一把刀了 除了打劫是什么办法都没有了 于是高层达成一致 为了填饱肚子 只能硬着头皮 趁着还有力气的时候 到东南亚接着抢了 不然过几天 饿扁了肚子 就只能等死了 因此1941年7月2日 日本预前会议最终制定了 适应形势变化的帝国国策纲要 7月24日 日本出兵印度之大南部 然后跟美国的矛盾激化 美国人列了个谈判条件 要求日本从中国撤军 各国在中国机会军等 以及日本改变三国同盟 日本人看过之后 估计大脑都死鸡了 那我这么多年在中国打了个啥 寂寞吗 所以最后没办法 不得不跟美国开了战 所以你要问日本 为什么不猥琐发育 实际上日本人也曾想过猥琐发育 也曾想过用一场有限战争 逼中国政府就犯 可惜战争这东西 在你想要的时候开始 却未必会在你希望的时候结束 在日本人沉迷于狂热的军国主义氛围时 在他们国内的民众 为自己国家所取得的胜利欢呼时 他们还全然没有意识到 自己的两只脚 已经都陷入了泥潭之中 那句话怎么说的来着 他那时候还太年轻 不知道所有的好处 早已在暗中标好了价格 大家好 我是丧心病狂刘老师 关于日本投降的主要原因呢 历来众说纷纭 大家甚至搞出来了一个 苏武屈原毛髓蒋干共公的灯迷 不过日本投降的决策 到底是在怎么个情况下做出来的呢 今天咱们不妨细细分说一番 首先作为一个国家 日本虽然不太正常 但也能理解 既然盟军已经推到了德国 那么搞定日本 也是意料之中的事情 所以从四五年六月开始 日本就已经开始在谋求 结束战争的方法了 这里有一个很简单的问题 那就是咱们死扛到底 不投降 行不行 这恐怕是不行的 前首相禁卫 在四五年二月的禁卫上作文里 就分析了这个事儿 那就是咱们现在的经济啊 已经崩了 你死扛到底的话 说不定底层人民实在忍不住 就赤话了 到时候大家一起挂路灯 英特纳熊奈尔就一定要实现 四五年六月幕户兴 一写了控制危机局势的计划草案 就明确提出 日本已经快没有继续进行战争的能力了 而这个论断 基本上被所有高层都接受了 所以大家当时的想法 无非就是参照以往的战争经验 与盟军盘长大战一番 然后造成敌人巨大伤亡后 大家体面一点的结束战争 至于什么一意欲碎 什么本土决战 那都不过是扔在天平上的一块砝码罢了 可这里有个问题啊 那就是苏联会怎么看这事 当时由于苏日中立条约的存在 苏联跟日本之间的关系 竟然还诡异的维持在和平状态 虽然4月5号苏联通知了日本条约到期后不再延长 然而并急乱投医的日本 还是将希望寄托在那让苏联保持中立 并进行调停上面 东乡提出来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构想 这个构想是什么呢 那就是苏联大兄弟 咱们呢 废了日俄普茨茅斯合约 你来给我做调停人 怎么样 那这个普茨茅茅合约的主要内容是什么呢 主要是俄国承认日本在朝鲜的特殊地位 将旅大中东铁路和库业岛给了日本人 租界地及其附属的一切权益公产 均转让给日本 苏联表示你怕不是失了志 1905年这份破合约签订的时候 咱们什么情况 现在什么情况 你还我个库业岛就完事了 不过由于苏日中立条约的有效期到46年才结束 所以日本人决定自己还有时间 一直到45年6月6日 开国体维护和领土防卫会议的时候 日本人还试图想办法让苏联人调停 在日本人看来 苏联应当清楚地知道 由于我们保持中立的缘故 早就因为战胜德国而欠了日本人情 而将来苏联帮助日本维持其在国际上的地位 也会变成它的优势之一 因为在未来 美国将会变成他们最大的敌人 日本人的逻辑呢 可能是假如自己体面地结束战争 那么日本战后依然是有影响力的大国之一 所以日本的支持 那必须是分量很重的一份大力 而且日本表示我也不是谦虚 这要不是我当年保持了中立 你斯大林大胡子 能不能扛得住希特勒小胡子 你心里没点数吗 这人情你不还吗 于是在这种缺心眼的氛围中 日本人继续跟苏联接触 而苏联人在干嘛呢 苏联人一方面跟日本人须与未夷 一方面跟盟军这边讨价还价 而罗斯福因为蒋介石 在预想贵大亏败中的表现 已经对中国是完全的失望了 于是捏着鼻子答应了斯大林的一堆条件 包括答应斯大林一起逼着老蒋承认外蒙独立 出卖中国利益 而被蒙在鼓里的日本呢 还在坐着让苏联出面进行调停的美梦 由于过分迷信苏联 日本甚至拒绝了瑞士樊蒂冈等国提出的居中调停意愈 我大日本敌国乃是个大国 而等帆帮小国 岂有为我等大国调停的能耐 走开 都走开 你们这些不自量力的家伙 于是就在这种自以为是的气氛之中 7月26日 波斯坦公告发布了 中美英三国要求日本马上无条件投降 这下子日本人受到了巨大的刺激 然而可能是刺激过于巨大的缘故 日本人的工匠精神发作了 外务省发现 哎我靴 这个公告里边只说了武装部队的无条件投降问题啊 没提天皇退位的事 那这里有事啊 实际上天皇的问题是因为英国人考虑到自己家里还有个国王 不太赞成这事 所以在最后的文本里有所保留 才形成了这么个东西的 但日本人就觉得啊 这东西实际上不是在谈武条件投降 这是在暗示自己 有威胁的暗示 然后大家就此展开了激烈的讨论 不过你讨论归讨论 人家给你发公告了 你是不是应该回应一下呢 于是日本人做出了一个极具艺术性的回应 他们说你们这个公告啊 我们要 美国人这一下子就蒙圈了 这啥意思啊 莫克萨特辞路一般可以被翻译成无视 但也可以被翻译成藐视处理 翻译成后者的话 那毫无疑问就是拒绝了 所以美国人拍板了 那就按后者翻译吧 咱们呢扔原子弹吧 所以后来日本人还用这事举例 告诉大家一定要搞好翻译工作 如果搞不好 那是要挨炸弹的呀亲 所以就在日本人激烈讨论的当口 核爆了 因为日本陆军和海军都分头搞过威力 巨大支决战兵器原子弹 因此他们对原子弹的威力和存在性 都没有什么疑问 可他们质疑的是 美国人扔的那玩意到底是不是原子弹 如果是的话 这玩意他们手里能有多少 这个问题看似荒谬 然而也有其道理 之前东京在大轰炸中 承受了相当于广岛数倍的伤害 不过是日本人民不也挺过来了吗 要是只是一种新式炸弹 或者虽然是原子弹 但并没有多少的话 咱们呢为什么要怕 所以8月6号核爆 大家谁也没慌 组织调查团去调查真相去了 海军那边信誓旦旦的保证说 就算是原子弹 它顶天就这么一颗 这只是技术性调整 没什么可怕的 8月8号天皇接受汇报 听到这事的时候 天皇还表示说敌仪使用此种武器 则战争之继续更不可能 为获得有力条件起见 不得丧失结束战争之时机 关于条件当有协商余地 于是那好吧 大家接着谈 谈来谈去 结果8月9日凌晨 苏联宣战的消息 一下子传到了日本 这下大家都慌了 斯大林你这浓眉大眼的 不按套路出牌啊 你这一出兵 我们最后调平的希望 没有了 所以当时日本政府里的文官 都觉得必须马上停战 保留天皇就成 而武将则表示要最终决战 让苏联人看看 我大日本帝国的勇气 然后呢 由咱们自己处理战犯 解除武装 结果就在政府召开 军事参议官会议 大家撕逼的时候 消息传来 长期也合报了 于是武将这边迅速分裂了 但陆军大臣阿南维吉 参谋总长梅金美之郎 和军需大臣丰田真次郎 依然表示 坚持盟国必须修改 波斯坦公告内容 阿南维吉在会上拍着胸脯 表示我有内部可靠 这小道消息啊 美国老坐拥核弹百煤 足可一平东京 但我大日本帝国陆军 就是不怂 除非你答应老子 自行解除武装 自行处置战犯 不然老子给你 刚到底 文官们表示 你们这么搞 国体打没了 天皇怎么办 双方争执不休 最后没招了 开御前会议吧 于是九号半夜 御前会议召开 大家一直谈到了后半夜 竟然还谈不躲 就在大火撕逼的过程中 苏联人正在东北 长驱直入 到了后半夜两点 大家还没谈躲 终于忍不住了 天皇 你自己来吧 我们整不了了 天皇表示 气死我了 你们这些废物 最终拍板做出了决策 按照大家后来的回忆 天皇是这么说的 但这并不意味着日本人 是心甘情愿地接受这一切的 就在天皇做出投降决定的同时 他也做好了战斗到底的准备 根据史料记载 同一天 御人通知其他皇室成员 他决定向盟国投降 之后他的叔叔问他 如果国体不能保留的话 是否意味着战争将会继续进行 对此天皇表示 当然 如果我们重新审视二战的整个历史进程 我们会发现 似乎一切都在1945年被决定了 德国失败之后 日本开始意识到自己的失败已经不可避免 然而他们依然幻想着 能够有条件的结束战争 原子弹的投下与苏联的出兵 最终粉碎了日本人的梦想 可归根结底 中国人民长达14年的不去抗争 也早就耗尽了日本的全部战争潜力 美国人在占领日本之后惊讶地发现 他们接手的是一个满目疮痍 粮食短缺 每天都有人活活饿死的日本 几十年的军国主义道路 不仅被亚洲带来了沉重的灾难 也让日本人成为了自己战争的牺牲品 你好 我是丧心病狂刘老师 恭喜你看到这里你又看完了一条视频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的话 欢迎你来订阅我的YouTube频道 更多的故事更多历史都在这里